我们小姑娘当中特别流行一种减肥方法 就是不吃主食 也可以不吃肉 不吃蛋 不吃奶 我们吃什么 吃代餐 比如说能量棒啊 还有什么减肥的饼干啊 各种各样的 您觉得这个可以吗 非常流行 不光是这个年轻的朋友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销售人群是中年朋友 我们这个云锦倒有一大堆呢 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不好 好 来 云锦 邀请 好的 好的 接下来是云锦电视购物时间 对 你知道啊 主任 这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代餐的冰箱 代餐棒 代餐棒 就能量棒那种 然后这个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纤维 就每天你吃一袋 里面各种维生素都OK了 代餐粉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能量的纤维饮品 对 代餐水 反倒现在是成为中年人 减重的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原因什么呢 到了这个年龄发福以后 属于有钱没闲的 他没时间去锻炼 没时间去这个专门给自己去做个饭 去这个减重 那么但是呢 最大的一个问题 减重最难的是饿 所以说人们就会想一些办法什么呢 怎么能解馋解饿 这些可以做到解馋解饿吗 对 你看 像这一类代餐的产品啊 一般来说 它都去取自于一个就是饱腹感 对 你看这些无一例外啊 都是这个纤维含量非常高的 对 这种食材 吃了以后在胃里边 让你能够很好的胀开 胀开以后呢 你不就不饿了吗 对 那么这样的它对于下一顿的食物 它没有食物的这种热爱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减我们的这些食物的话 吃这些您觉得是可以达到短期内的这个功效的 这里边有个作用叫什么呢 你看到这四种都有一个字叫做代 代餐 代餐呢 不是完全替代 那么而是部分代替 那么这个部分代替是指的 我占据这一餐的主食 让你不饿 或者是把它放在两餐之间 让你不馋 那么要达到这两个办法 基本上就能起到代餐